狗仔拿离婚传闻疯狂挑衅刘雨宁 不料对方根本不惯着 开直播狠狠教她做人 3月24日 知名余季突然放出三次男艺人的大瓜预告 说这位男艺人撒谎 姚里不一 果然周一一大早 她就爱特刘雨宁 要她回应一下姐弟婚姻 不要对粉丝藏着掖着的 评论区一下炸开了锅 原来瓜主是刘雨宁 她不是一直单身吗 啥时候结的婚啊 就在大家等着刘雨宁怎么公关时 她突然开启直播 硬核回应结婚传闻 盘车内宇回应天花板 这是第一次说也是最后一次说 首先呢 我刘雨宁 曾经结过婚 当然 也离婚了 然后呢 没有孩子 跟之前 也没有联系 这是我见过辟谣最快的明星 从狗仔爆料到直播辟谣 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不得不说刘雨宁是真的刚 自己的谣言自己屁 她上来就开门见山 承认爆料都是真的 她确实结过婚 也离婚了 但是没有孩子 而且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自从离婚后 就在跟前妻没有任何的联系 接着她就对前妻一家进行道歉 虽然是狗仔不道德 但终归是自己的原因给对方 以及对方现在的孩子造成了困扰 她觉得很对不起 最后她还痛骂狗仔不是人 随意曝光素人的照片 有什么不满就冲她来 不要伤及无辜 接下来她会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就是你可以黑我 你可以任何的事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 和一个未成年人的照片 给我放到网上去 我觉得这件事 做得挺不是人的 我所有做艺人 得到的收益 和得到的光环 得到的一切一切一切 她没有任何的受益 她凭什么来承受这些呢 虽然整场直播不过十分钟 但条理清晰逻辑分明 既回应了传闻 又显示了格局 顺便还打脸了狗仔 你不是要我亲自回应吗 那我就直播给你看 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 很以为刘雨宁会塌房 没想到人家不仅没掉粉 反而涨粉了七万 也许这就是真诚有担当的力量吧 不少粉丝表示 以前没有关注过她 但看了她的直播回应 瞬间被圈粉了 以及内语感这么殖命发生的 不多了 还有网友表示 本身就是出道前的事情 再说了她又不是走的偶像路线 不存在他不他房 反倒是证明余迹 彻底成了反面教材 不少粉丝冲到她的账号底下 质问她为什么曝光素人 她解释称已经打马了 可她那高清打马就等于没打 认识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她只想着自己的KPI 完全不顾素人的死活 也许是不甘心被骂 她紧接着又发文回对刘雨宁 你说谁不是人呢 早就该承认婚事 为什么一直瞒到现在 之前一直营销前女友 却对前妻只字不提 对此刘雨宁也在直播中进行了解释 她没有想要我瞒你瞒这件事 但我也没有必要去 把这件事拿到这个表面上去说 跟我粉丝说 我怎么样之前有过婚姻 但是离婚了 然后但是没有孩子 我没有必要去说这件事 因为我说了这件事 会给其他人 给我之前的这位 造成一些困扰 但显然这名余记 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她又发了条视频 爆料刘雨宁年龄造假 早前直播说自己是87年的 现在资料上却改成了90年 还喊话刘雨宁 不忙的时候回应一下呗 她样子是跟刘雨宁杠上了 但这个年龄造假 好像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吧 结婚的爆料都没把刘雨宁搞垮 这个就跟微不足到了 此时有粉丝在评论区内含 这名余记 法拉利的后劲这么大吗 原来 粉丝为了给刘雨宁应援 做了一排的法拉利称场面 也许是不小心刺痛为余记的心 几乎每条爆料刘雨宁的微博 后面都要提一嘴 还话里话外讽刺刘雨宁 从网红蜕变成明星 简直走了狗屎运 看来 法拉利对男人的打击是很大 这算未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说到底还是人红是非多 刘雨宁作为一个网红 能转型到歌手 现在还跨界演戏 肯定让不少人眼红 目前 刘雨宁对年龄的问题 还未进行回应 那么大家觉得她有必要回应吗 欢迎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